钟蕾先生以及演员刘涛为我们来推荐 有请 大家晚上好 我们两个是推荐的是全能艺人 对 年度全能艺人 我觉得现在的艺人都很厉害 刘涛也很厉害 我还好了 对 唱歌唱得特别好 刚才在台上看你唱歌 然后你还会跳舞 还会演戏 还会上综艺节目 谢谢 拿奖的这个人比我要全能太多了 首先唱得很好 是真好 会跳 也是真会跳 而且才貌双全 最重要的是 他是一个真正非常努力的艺人 年度全能艺人 好 我们祝贺年度全能艺人张艺兴 我们请艺兴也张艺德 属于你的品质之果 首先感谢SMG 感谢东方卫视 感谢所有一路 帮我走过这一路的人 谢谢你们 摘得果实 感觉很爽 努力道路依旧很长 脚踏实地魔法奖 努力努力再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 关键有这么多人跟他一起努力 艺兴在老九门当中创作的呢 是二月红这样一位男弹的角色 我听说啊 这张艺兴呢 特别败师学艺了 今天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露一首 不敢乱说漏 但是我能尝试就是表演一些身 哎呦 这也不对 身段 您就别推缺了 行行 好 来一个京剧身段 谢谢 我们一样期待着更多的惊喜 在此祝贺 王一新 恭喜两位 也请你们上台摘取自己的品质之果 真的不敢当 真的不敢当 其实这一年多来压力很大 就给了这么多的称谓 然后得到了这么多的荣誉 真的是压力很大 非常感谢SMG 非常感谢品质盛典 其实我觉得制作人很幸运 是能够和这么多优秀的人在一起工作 这个奖是属于大家的 谢谢 感谢SMG影视剧中心 能给中国式关系这么一个荣誉 我觉得呢 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的总策划 李小明老师 还有我们的编剧张磊 如果没有 他们二位一千个日夜 对这个剧本的打磨 根本不可能有这一部 从一个字没有开始的原创剧本 也不可能有这么一部 我们在现在这个市场下 我们逆流而行的这样一部 想建立某种标准的这样一种现代题材 同时也期待我们下次跟SMG共同合作我们的中国式关系的第二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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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踏上旧事的归途 人生难得再次寻觅 相知的伴侣 生命终究难舍 蓝蓝的白云天 红隆隆的泪雨 生在我的窗前 怎么也难忘记你 离去的转变 不单单的声音后 寂寥的心情 永远无缘的是我的双眼 永远无缘的是我的双眼 有请品质推荐人 编剧监制导演 郭静宇先生 有请 接下来我将揭晓的年度品质剧作 这几部电视剧不仅是制作精良的精品绿作 更是东方卫视平台上收到观众喜爱的热播经典 请看大屏幕 年度品质剧作 同时呢 我们要有请SMG影视剧中心主任 王磊青登台送上鲜花 和好的剧作是相互成就的 也相信呢 在这一路的陪伴之下 能够共创辉煌 也再次祝贺各个剧组 那接下来我们将要致敬的是年度品质表演剧将 担任品质推荐人的是胡哥 掌声有请 说到品质 我想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 这样一位演员 他兢兢业业 呕心沥血 为观众朋友们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荧幕形象 我们记得宋大成 记得焦裕录 记得宋江 记得杨善舟 记得张作霖 记得刘二廷 都说他是戏骨 这个骨字 在我的心里 是一名演员 敬重艺术 敬重观众 敬重生命的风骨 面对名利 他淡过而低调 但是在艺术的世界里 他是富足而高贵 他拥有一颗始终如一的 赤子之心 拒疟 他就是我们敬爱的 李雪建老师 低调 让我们把充满崇敬的掌声送给雪坚老师 刚才胡哥在讲述的时候提到了贵这个字 我很想问一下雪坚老师 从一位演员出发 你觉得在你的心底什么最贵 观众最贵 今天来到现场有很多年轻的演员 年轻的创作者 作为一位老艺术家 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吗 共同拍摄好戏献给观众 共同为咱们的国家建设 为咱们民族富裕 贡献力量 谢谢雪坚老师 您的低调谦逊 您的戏得人品 永远会让我们记得 好 谢谢雪坚老师 其实我也特别想问 还在我们台上的品质推荐人胡哥 我记得上一次 也是在一个非常隆重的场合 你在接受奖项的时候 曾经用受之有愧 那今天如果要用四个字来描绘 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你会用哪四个字呢 还是用四个字吗 还是用四个字 那就是当之无愧 接下来我要致敬的 是为上海电视剧艺术的发展 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前辈们 从他们最早的作品算起 距今已经有整整四十年的光阴 四十年里 他们创作了无数家作 照片里的这位 是上海的早晨的导演 张哥老师 张老师说 他们那个时候拍戏 每个人要背负 几十公斤重的设备 拖几十米长的电缆 有时候甚至还要 骑着自行车拍戏 这样的条件和现在相比 那需要什么样的执着 这位女士 是上海一家人的导演 李丽老师 李老师说 那个时候拍戏 不管是多大碗的演员 都统一拿七十元一级的片场 住的都统一是 科营厂的招待所 这样的条件和现在比起来 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热爱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上海一家人的剧本 出自编剧黄银女士 如今被珍藏在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 与巴金 冰心的手稿并存 他之所以能获得文物级的珍视 我想是因为黄云老师 在一页一页写下它之前 有过长达十二年的前期采访 这又是一份什么样的执着 这位不用我多做介绍了 是我们最美丽的秦怡老师 她正在翻阅的 是由她主演的上海屋檐下的剧照集 秦怡老师也凭借剧中的角色 获得了第一届精英节的优秀女演员奖 我想秦怡老师更优秀的表率 是在汶川地震时 捐出了整整二十万元 那几乎是她全部的片酬积蓄 在这群前辈们的心中 似乎总有着一种 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共识 那就是精浅为亲 道义为重 个人为亲 艺术为重 观众为重 观众记住他们 是因为那些智力有生的经典作品 后辈尊敬他们 是因为他们对电视艺术 最朴实 最纯真的爱 有请各位 有请各位老艺术家们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我给大家做一番介绍 这位就是上海一家人 编剧黄云老师 上海一家人导演李丽老师 上海的早晨导演张哥老师 这一位是我们今天全场 唯一一位90后 前段时间他刚刚过了96岁的生日 祝秦一老师生日快乐 健康长寿 祝秦一老师生日快乐 今天很高兴啊 能够见到这么多的同志 今天我还要把这个最好的苹果送给胡歌 他已经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 让他世世代代的传达他最好的艺术 谢谢我估计现在胡歌受宠若惊了 谢谢 今天我们没有做什么准备表演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拿这颗心为我们的老百姓去服务 我想有胡歌这样的一代 那么将来代代往下传 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人人有高尚的文化 这样子我们中国的发展 那是不得了的 谢谢秦一老师 谢谢秦一奶奶 这份传承的分量太重太重了 这不是传给我一个人的 是传给我们这一代人的 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我们这一代的年轻的演员 来接受这份传承 好 谢谢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老艺术家们 希望你们身体健康 生活快乐 谢谢 我相信年轻一代会记得你们的嘱托 记得你们的希望 谢谢大家 谢谢艺术家们 也谢谢胡歌 谢谢 请入座 请品质推荐人 导演刘江和演员黄轩 黄轩我 我特别感谢这个SMG 因为让我跟我的男神在这样的舞台上见面了 我们约了很久 一直没见上面 今天在这儿见面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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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见面了 大家其实可能都不知道 刘江导演曾经是我的同行 他也是演员 那我特别想知道 为什么您就当起了导演呢 我学的是表演 但是没干过演员 因为我不像黄轩这样有表演天分 我只能看导演 行了行了 我们言归正传嘛 我们接下来来推荐的是年度突出表演巨星 请看大屏幕 年度突出表演巨星 谢谢赵又廷 有请 你好 那是我的名字 没错 也是我的名字 大家晚上好 我是赵又廷 这一次如果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故事 这么好的导演 好的对手 小命 还有那么多优秀的幕后工作人员 和演员伙伴们 我自己是做不到的 所以没有大家就没有叶华 谢谢你们 好 谢谢又廷 我看到有些粉丝在评论 你在这一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表演的时候 用的叫整容式的演技 这是什么意思 我请教一下 这是哪个门派 哪个门派啊 整容式演技 什么叫整容式演技 三生门 桃花派 我自己的解释 就是因为我是单眼皮嘛 然后我有一个技能 就是可以瞬间的变成双眼皮 那对我来说 这个就是整容般的演技 本来挺丑的 演完之后又变很帅了 本来就很帅 很开心 谢谢你们 多谢赵雨婷 也期待着你的新剧 也期待着你的新剧 谢谢近东 刘诗诗 有请两位 两位的表演呢 是既有颜值更有实力哈 其实去年来说 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 在这里其实要谢一个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Karen 可能对于我来说 没有她就没有我了 在唐人的这十年 是她给了我机会 各种各样的角色 可以让我去尝试 给我工作的空间 我们是永远的朋友 书和诗诗 你却幕后的很多合作伙伴 是台前的演员们 最坚实的力量 你们有人给诗诗拿张纸吗 我们这样一代演员呢 我觉得在今天 不管你愿意与否 都已经站在了一个 城上起下的一个阶段 看到了雪剑老师的真诚 到今天这样一个年龄 我除了出门演戏以外 我几乎不动情 但是刚才我有点忍不住 看了刚才 秦姨老师跟胡歌的那一幕 我真是觉得 好好演戏 好好做人 谢谢所有的赞人 接下来呢 我们将要有请品质推荐人 高满堂 吴云大宏 我说高满堂老师要颁发的是 年度品质特别剧 年度品质特别剧奏 请剧组代表 我们要有请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 有限公司艺术总监 陈宇仁代表主办方 为制片方代表送上鲜花 那我们要请出毛阿敏为我们带来 《时代回声》 在九十年代 有一部万人空巷的电视剧 在九十年代 那个时候 有很多的女人都想嫁给那个叫 宋大成的男人 我也是 下面就把渴望送给大成哥 李雪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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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心中了 转转伤光 谁能够摸 是对还是错 我去哪儿来 飞来 你可不得 谢谢你 谢谢 谢谢您大成哥 谢谢 2015年 一部狼牙榜 让我们发现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演员 胡哥在吗 三黑母子 静东呢 哎呀静东啊 你比那个闯关东的时候胖了 刘涛 看见刘涛在这儿 因为今天你们来了 所以我来了 也不错 有病 不错 不要 我 你啊 跟你啊 有病 对我 你到了 那些人已何人信念 烈火轻冰河信念 主路冰山风霜 征途梦断 铁甲永恒 明慕在心 青山难免 江山如光 是我心愿 幻山腾说 谁得不天 笔雪长枪 卓日少年 无影归途 不见公演 一笔尖旧 后人心间 梦晴云散 作为歌手在舞台上演唱 很荣幸能够第一时间 享受到观众的掌声 但是作为演员 很少有机会享受到这一刻 所以今天我提议 我们伸出手为自己鼓掌 音响师 这首歌能不能不要放音乐了 我想清唱给大家 鼓掌声 听到掌声响起来 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经过多少失败 经过多少等待 告诉自己要忍耐 一起来 掌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掌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歌声教会 你我的爱 我心更明白